找到几个样 简单的给您试一下 就是假设这个是客户的标准 标准签样 先测试一下标准签样 办好之后按下测试键 测试的时候一定要保证 这个布匹是完全平面的 不能有像这样的节奏 或者上面不能有污染 这种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对仪器的数据是影响非常大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取到 这个LAB的数据是 已经完全取到这个仪器里面去了 取好之后我们切换到试验界面 对比这两个样品 然后测试的第一个 就是第一块 跟它的测试值是0.9 再测试对比第二块 第二块是1.07 基本上这种有容感的 你要注意像熔杆的方向不一样 它对光的折射反射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保证 就是熔头的方向必须是朝同样一个方向的 然后还有像这种布料的话 它布料上面有折痕 有压痕或者是有污染 这种都会干扰这个仪器的测试的数据 然后您看一下 这下面有一个1.07合格 1.07合格的话 我们这个仪器出产有一个默认的一个容差标准 容差标准是2.0 现在仪器出产默认是2.0 只要这个仪器测试的这个测试值 这个结果在2.0以内 它就会显示合格 超过2.0 它就会显示不合格 一般的像反之类的话 可能它要求的范围会比较宽一些 可能有涉到3.5 4.5这个范围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现在我们出产默认的2.0 是可以手动修正的 这边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 具体去调整对应的大小 看具体调到什么范围 客户是比较好接受的 好